下一個練習題,第一個就是 幫我把全程郵局地址的 這些25個檔案 全部通通都把它放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怎麼做比較簡單 當然呢,這種做法,要不就先把它合併成O.txt 用O.txt直接就 全部塞到,可不可以 要不就是說呢,如果你不要這樣做,那你可以什麼 一個檔讀取,然後寫到資料庫,換下一個檔 換下一個檔,可不可以,也可以啊,沒問題 那只是說哪個方法你寫比較簡單 你就用簡單的方法完成 沒有人說一定要你怎麼寫 反正呢,盡量方法是越簡單越好 人家沒事就想那個很複雜的問題 然後一定要拿石頭砸這個腳嘛 才是表示你自己很厲害嗎 也未必 所以有時候呢,想一些更簡單的方法 當然就是不要土法練鋼 你不要一直 有衝動就是說 老師這個問題喔,我覺得還是 因為我以前的習慣 Ctrl A, Ctrl C, Ctrl V,他就一直開始 那你不用學了,你就這樣就 那 所以有的時候,人會受限於自己以前的壞習慣 你一定要限制住你自己 千萬不要再走回頭路了 千萬不要再走回頭路了 OK,你才有辦法慢慢地 那很多人为什么一直无法进步 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直会陷入到以前的那个迷思 就一直会问说那如果我怎么样就好了 那问题我就是不希望你这样你就要改变嘛 很多人就是不改变 那没办法 我只能跟你讲说 你就是要学习 学习什么叫学习 就是你要比你之前还要更好嘛 才叫学习嘛 不然你如果越写越差的话那就不用学了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我们简单讲 就第一个先用三重来看 所以我们只读三重的话 前面写过F等Open Open这个路径嘛三重 然后R模式 那一样用realize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读进来 那读进来的话呢当然我先不要跑回圈 我先把它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先把它print print什么呢 把这个list1里面东西全部读 看一下 这里面到底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 这里面放什么 就是这些东西 第一个 放什么呢 我刚刚讲 有什么 帐号 局号 局名 地址 最后呢它还是一样 会多一个换行符号 每个好像都会加这个东西 然后再来的话呢 第二笔 第三笔 一直可以推 所以如果我说我今天要针对这里面 那当然就不能避开第一笔了 所以特别说底下的话 那我就写什么呢 写一个回圈叙述 把这个里面的串列一个一个读出来 所以for i in range 从0 ok 就不像刚刚那个是从1开始 到总共几个 ok 总共几个 的长度 那它就到那个停下来了 就是做到前面一个 比如说有100个的话 那就0到99 为什么 因为从0开始 所以编号一定只有编到99 不会到100 所以这个地方 那再来的话呢 切割的空 怎么样是split 它资料 那因为前面是逗点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空白 所以split的话用空白 ok 然后一样四个栏位 所以就四个 其实我这个是从前面把它 前面那个范例贴过来 ok 然后改一下 所以以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写吧 你就干脆拿前面的范例 来改不就ok了 有没有 很快就改完 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把这些资料 全部都切开来 中间加上逗点 诶 第一步就完成了 有没有 跟刚刚一模一样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怎么样 再把它跟资料库串切 所以我们也是 再看直接拿前面这个好了 那就怎么 把前面这个 上半步 复制一下 贴到它的上面 那这个上面部分 我刚刚讲过了 所以其实就是 一样把它放到 苛舌01好了 ok 然后呢 我们要drop table 这个名称叫post好了 post post01好了 所以你也可以用取代的 然后呢 create table if not if not if not post 那因为我只有四个栏位 所以不需要到e 所以呢 e可以拿掉 好 这样的话就a b c d 四个栏位 就ok了 那再来就开档 开档之后的话呢 就再来怎么样呢 把底下的东西 写进去 那一边读一边写 那写的话呢 一样 就拿刚刚这一 这个来做 就拿这个来复制 从哪边复制呢 这里 c code street 有没有 这一些把它复制一下 但是刚刚前一题 不一样的地方是 前一题 它是四个栏位 五个栏位 这边只有四个 所以 insert into 这边要改 这边把它改成post 把它insert into到post01 那value的话呢 就是有四个栏位 多一个栏位 然后后面的话呢 list2就多一个 所以呢 你就把这个list2里面的这个 最后这个把它拿掉 但是特别注意哦 这个最后的那一个好像有一个换 有一个换行 所以strip 变成说最后一个strip 把它拿掉 ok 如果你不拿掉的话 它变成多一个换行而已 一般状况是不会影响 但是呢 关键时刻如果多一个换行 感觉怪怪的 现在输出什么多一个换行 那就会有问题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那底下execute conmit close 写入成功 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你会发现啊 这个好像可以拿来当范本 有没有 直接拿来改就好了嘛 应该总看得懂吧 改总会吧 ok 所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 先读取档案 确定没问题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在上面加 建立资料库 资料表 下面的话呢 就是insert into execute 然后呢 最后commit的确定 close掉就可以 ok 应该 这个流程应该没问题吧 而且这个 就是像这样的程式 我大概 30年前就写 类似的 只是用的语言不一样 最早是用VB 那 其实后来 也都是这样写哦 只是说把那个语言变成python而已 其他都一模一样哦 所以你会发现哦 语言在改变 资料库完全不变 所以哦 以后如果说你不希望再多学东西 你以后呢 干脆往那个资料库工程师去努力吧 因为资料库工程师都不用再学新的了 因为都是这样 你看哦 30年前的东西 到现在都一模一样哦 OK 嗯 好 他还是这样 我刚才开玩笑的 资料库工程师也是很努力的 因为他们还是要学别的语言 只是说seql语言基本上也没什么改变 因为你要跟资料库沟通 主要就是都是在讲这种语言 insert into这些啦 固定的 OK 所以啦以后其实即便 那个程式语言 改成另外一个语言啦 其实做法都一模一样 像比如说手机APP 我之前用Java 其实写的方法也差不多啦 雷同 只是说那个用的那个大同小异而已啦 像用写Java最麻烦 最讨厌的地方是一堆大瓜糊 如果你们有写过那种Java的话 哇大瓜糊开头大瓜糊切尾 又一个大瓜糊一个大瓜糊 头尾头尾头尾 哇最麻烦的 现在都不用大瓜糊了 但是这边的话就是要 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按TAB 缩牌这个就 等于是他把那个大瓜糊改成用TAB 好最后执行看看 看一下三重有没有写进去 OK那写入成功了 OK有没有三重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用那个CQLite Browser 开启那个科学01 POSE 诶有啦有没有 里面有没有POSE01 诶有啦所以 三重总共有15笔资料 但问题呢我现在只有写三重 那其他怎么办 其实两个方法啦 一个就是要不就是 你就一个读一个写一个读 总共25个 要不就是你把它合并之后 用那个O.TST一次写进去 可不可以喔 那两个方法 我们再看一下哪个方法 比较简单 画面现在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一起先写三重看看 但是待会好像会有出错啦 因为好像在台北那个档喔 它理论上我们只有四个栏位 但是台北里面有一笔资料 它刚好是五个栏位 因为它后面有多一个空白 然后后面有多一个资料 所以你一切割 就会出错了 只有那个地方 其他没有 那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跑一跑之后 有bug 那我一看就知道在哪里了 因为喔 特别是喔 慢慢喔 你们要看懂那个错误讯息 其实错误讯息喔 已经给你很明确的 错误的位置了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位置看懂 其实就知道怎么去修改了 OK 先把它删掉 不用删 你可以把最后改成瓜糊就好了 有没有 也可以删 但是我觉得那一笔就是一笔瑞克 你把它删掉 那一笔瑞克就不见了 OK 看要怎么处理